昨日 我诊出有孕 婆母带我到大佛寺送子观音处还愿 跪拜了菩萨 依着规矩添了香油钱 冷嬷嬷扶着我在大佛寺的厢房休息 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 嬷嬷 去看看怎么回事 我懒洋洋地歪在榻上 吩咐道 自从知道怀孕 我就开始有了孕期反应 比如总觉得被懒 可嬷嬷去了 还是没解决 至于缘由 我也听了一耳朵 似乎与我嫡姐有关 直起身 我想了想 还是走了出去 看见是嫡姐身边的闭合 神色焦急 似乎有急事 虽然 我跟嫡姐不对付 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我得知道 她出什么事 对我是否有影响 于是我走过去 闭合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二姑娘 您快点去救救大姑娘吧 她落水了 落水找会水的去救 你来我这纠缠 黄花菜都凉了 我不以为然道 总觉得事情另有隐情 可姑娘不让 女儿家的名节不能损毁 我闻言不禁想笑 落水后 她是怎么告诉丫鬟 不让旁人救的 难道落水前吩咐的 我倒想看看她打的什么算盘 我醋没到 都什么时候了 还讲究这些 想死吧 夫人 您可不能去 此时蹊跷 冷嬷嬷提醒道 您肚子可还有一个小的呢 我闻言 抬起的脚顿时放下 转身回屋 冷嬷嬷说得对 嫡姐与我向来不对付 怎会找我求救 怕不是又有什么阴谋诡计 要是以前 我就去了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吗 可如今 自己还带着娃呢 别虎子没得到 反而丢了自己的仔 就得不偿失了 可显然 嫡姐不是那么容易 善罢甘休的 吃完斋饭 我睡了一觉醒来 就跟着丫鬟出去走走 却在路过莲花池边时 被一股外力推了一把 情急之下 我随手一抓 扑通扑通两声 我和那人皆落水了 再醒来时 我已经躺在了床上 大夫说孩子没保住 流产了 我闻眼 眼泪夺眶而出 冷嬷嬷连忙劝道 姑娘莫哭 您现在坐小月子呢 好在月份浅 不怎么伤身 日后您跟姑爷 还会有孩子的 我擦着眼泪点点头 随即眼里 闪过一抹灵力 是谁推的我 是大姑娘的丫鬟 碧珠 死了没 被救了上来 姑爷带下去审了 我捏住嬷嬷的手 这还用审吗 她的主子不发话 她能做下这要命的事吗 可当时木鸡之人 只有我们几个 姑爷说我们是亲近之人 口供不能作数 呵 我惨笑 我就知道 在她心里最在意的 还是嫡姐 关书河 哪怕当初她重伤昏迷 关书河害怕手寡 推我替嫁 哪怕婚后 我对她掏心掏肺 她始终爱的 还是关书河 嬷嬷 你去打听一下 碧珠被关在哪里 嗯 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岂能让他们 如此轻拿轻放 必须血债血偿 看着嬷嬷离去 我在丫鬟翠云的帮助下 刚准备躺下 我的好夫君 裴玉走了进来 她身后的掌随紧安 端着一个托盘 跟在后面 我让翠云重新扶我做好 簇寻问 你怎么来了 说实话 现在我不想看见她 看见她就烦躁 就这么一动 浑身就冒了一身冷汗 翠云自觉把位置 让给裴玉 裴玉坐在我旁边 也不嫌我身上味道重 搂着我道 娘子受苦了 锦安上前一步 爷 还是让夫人 喝了这碗汤药吧 什么汤药 我警惕地看着他们 就算是要喝药 冷摸摸自会早有准备 裴玉平常 可不会这样关心我 大夫说 您胎儿没留干净 得喝药 否则对你身体不利 裴玉说着 断过那碗黑乎乎的汤药 拿起勺子吹了吹 来 我喂你喝了 闻着药味 我脸色大变 可也只是一瞬 就转头看着裴玉 面上苦恼 夫君 这要看起来就叫人没胃口 要不您帮我尝尝看苦不苦 我仔细盯着他脸上的表情 一丝一毫的变化都不放过 果然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冰块脸 可我却没错过 他眼里一闪而过的一样 我心里冷笑 给老娘下药 就别怪老娘 不顾夫妻情分 夫人 良药苦口 为福不用尝 也知道是苦的呀 他服额故作苦笑 是吗 药看起来太烫了 你放着 凉了再喝 凉了就没药笑了 我靠在床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我怎么觉得 你担心我不喝呢 虽然我怕苦 可我不会害自己 该喝的药我肯定会喝 不然受罪的也是自己 我把目光移到床头的药上 还是说 这药有问题 你胡说什么 夫妻一体 为福还能害你不成 裴玉起身 急赤白赖地说着 却扭过头去 不敢面对我 我们僵持了很久 翠云惊慌失措 不小心碰翻了药碗 药碗碎裂的声音 打破了一世的沉默 我看着冒着烟的地面 给翠云使了眼色 奴婢莽撞 请姑爷责罚 翠云连忙蹲下收拾 惶恐不安地说 你怎么站都站不稳 晦气 他气急拂袖离去 翠云看我一眼 揣起碎瓷片跟了出去 我看着他离开 拿起刚刚翠云 悄悄塞给我的帕子 叫来车赴阿琪 拿去找个大夫看看 里面有浓烈的葬红花的味道 我不会闻错 可我已经流产 培育就算容不下我的孩子 也不该多此一举 给我再下一次流产的药吧 应付了这一遭 着实累得慌 我倒头睡了过去 再醒来 屋外已经黑乎乎的 来人 我朝外面喊了一声 冷磨磨走了进来 长起了灯 夫人 您醒了 嗯 我摸摸肚子 我饿了 有吃的吗 好 老奴这就去端 冷磨磨端来一碗鸡汤 我慢条斯理地喝完 擦擦嘴问道 如何了 碧珠没了 怎么回事 姑夜把人领走后 就说他谋害平阳侯府 狮子飞 直接障毙了 呵 他这是为官书河遮掩呢 我冷笑道 先这样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养好身体 碧珠死了 就当是为我孩子抵命了 至于官书河 我们来日方长 对了 阿琪回来了吗 翠云突然走进来 跪在我面前 哭着说 夫人 您就救阿琪哥吧 他 他被二爷抓去了 什么 被他发现了 翠云还没来得及回答 裴玉就走了进来 你们都出去 他一挥手 一屋子的下人 全都走了 我冷着脸道 二爷 好威武 书里 你既然已经猜到了 就该知道 我全都是为了你好 怎么就是为我好了 我睁大眼睛与他对峙 我本以为他又要拿给我调理身体那些话来哄我 谁知他垂手看着我的肚子说 这个孩子不能要 什么 孩子不是已经流掉了吗 我心里一惊 你的意思 我的孩子还在 而你刚刚给我端的是堕胎药 我愤怒抓起床头的磁疹砸他 你怎么如此狠毒 竟然要害你自己亲生孩子 虎毒不食子 你知不知道 裴玉满脸扭曲 痛苦道 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 书里 明明你我都清楚的 我们根本没圆房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摇摇头 他明明就碰了我 如今竟然不承认 要给我头上泼脏水 我感觉眼前阵阵发黑 你觉得我偷人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裴玉痛苦地握住我的肩膀 我不怪你 只要你打掉这个孩子 你放心 此时天之地之 你知我知 你打掉孩子 我们就圆房 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我有点听不懂他说什么 你说我不是故意的 那我的孩子是哪来的 我此刻无比冷静 勉无表情地问他 两个月前 你回了一趟你外祖家 他垂下眸子道 我知道你是被强迫的 对不对 我顿时火冒三丈 用力甩了他一巴掌 你不认自己的孩子就算了 可你污蔑我偷人 还竟然想把污水 泼我表哥头上 我扭头看向他的长髓锦安 我不管你是为了谁这么做 锦安 那人能给你的 我就能叫你瞬间失去 那天 我的确去了外祖家 可我当晚便被锦安叫了回去 因为培育中了药 需要女人疏解 而我是他的妻子 自然是最合适的 一夜敦伦后 一大早 嫡母就来找我说 蓝嬷嬷病重 蓝嬷嬷是我姨娘身边最得力的老人 她快不行了 我自然焦急 忍着满身的疼痛 匆忙起身回了娘家 培育可能因为太劳累 哪怕我弄出的动静不小 也没醒来 我回府后 才发现蓝嬷嬷不知怎地摔了一跤 闪了腰 我给她请了大夫 安顿好她才回府 一切似乎很正常 我也没怀疑什么 没想到是在这里等着呢 而知道我与培育原房的 除了我身边的几个人 便只有锦安 说此事与她无关 谁信 培育猝眉道 梨儿 你何必恼羞成怒 胡乱攀咬 是我胡乱攀咬 还是恶奴妻主 你神神不就知道了 锦安自小跟着我 她不会 我抬眼清零零地看着她 难道培家的子孙后代 比不上一个下人 我失望地说 培育 我嫁给你三年 对你处处掏心掏肺 从不曾欺瞒哄骗过 你难道这点信任也不给我 若我肚子里真是你的孩子 她不值得你求证一番吗 非要酿成大祸 我们再无可能 你才甘心吗 梨儿 我出去 我指着门外 红着眼眶道 滚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 滚啊 培育脸彻底黑了 好 我走 你不要后悔 她负气 扭头就走 锦安不屑地笑了一声 三年算什么 小的跟爷自小一起长大 夫人还是墨于小的比才好 说完 她得意地抱拳离开 混蛋 我抓起床头的东西就砸过去 随后抱着被子放声大哭 冷嬷嬷和翠云听到动静 立马冲进来 夫人 这是怎么了 发这么大的火 冷嬷嬷担忧地问 你这缸小铲 不宜大喜大悲 翠云手脚麻利地收拾满地的狼藉 我闻言 哭声戛然而止 一把抓住冷嬷嬷的手 嬷嬷 帮我重新请一个靠谱的大夫 冷嬷嬷带着大夫来的时候 阿琪也被放回来了 就是伤了手臂 估计要养个靶月 她吊着手臂 把手里的帕子给了大夫 当时翠云用帕子吸了药汁的 大夫替我把完卖 又拿帕子闻了闻 道 幸好夫人没有服用此药 此药不仅能让您的胎儿不保 一失两命也是有可能的 哪怕不一失两命 您再也无法有孕是一定的 谢谢大夫 我浑身发冷打颤 强撑着精神道 嬷嬷 你送送大夫 冷嬷嬷抹着泪 掏出了几两银子 千恩万谢的 送大夫离开 而我 终于支撑不住晕了过去 再醒来 我紧张地摸着肚子 孩子呢 放心 孩子还在呢 一道温柔的女声响起 我抬眼看去 见婆母李氏 对着我温言细语 我委屈的泪水 瞬间就流了出来 婆母连忙用帕子 给我擦眼泪 别哭了 母亲都知道了 定为你和肚子里的孩子做主 母亲 您信儿媳是清白的吗 自然 你们园房第二日 徐嬷嬷可是亲眼看见 园帕的 还能有假 可现在二爷就是不信 还听信锦安的窜多 要打掉儿媳妇中的胎儿 我越想越难过 为我自己喂肚子里的孩子 你放心 母亲定给你做主 你等着 婆母拍拍我的手 领着冷嬷嬷出去 我没有阻止 幸好 为了以防万一 事后 我就让翠嬷送了 袁帕去了正院 当时 我不欲 闹出太大的动静 想来锦安那时 也心虚 没有注意到 翠嬷的行踪 因着这事 我在寺里 保了半个月的胎 这才在 婆母的安排下回府 只是 我怎么也没想到 锦安不仅无事 嫡姐关书和 还挺着肚子登堂入室 我才进云竹园安置好 关书和就扶着腰 由丫鬟闭合扶了进来 我进门时 妹妹不在 如今何该来请安才是 我内心激荡 可面上毫无破绽 是吗 翠嬷 拿蒲团来 翠嬷连忙在我脚边 放了蒲团 关姨娘 请给我们夫人敬茶吧 关书里 你敢 她怒怒而逝 你就不怕二爷责罚 看来关姨娘不是真心 想做二爷的妾 否则怎不肯给正妻敬茶 我怀了陪家的长子嫡孙 要是有个好歹 你担待得起吗 她扶着肚子 昂头挺胸 嚣张地说 我痴笑一声 到底是裴家的长子嫡孙 还是一个贱奴之子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你胡说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锦安 为何算计我与裴玉原房 我掏出一方思怕 这个你不会忘记吧 为了不嫁给裴玉做寡妇 你与家里的玛夫苟且坏了身子 爹娘为了不得罪陪家 才让我替嫁 可我也不傻 我趁着爹娘有求于我 事事依我 就拿到了你与那玛夫定情的丝帕 这上面的露骨情诗 还有你与那玛夫的名字和手印为证 他扑过来要抢 被我躲开 慢着 想我不揭穿你 也不是不行 你想怎样 他坚强不到 眼神愤恨 却不得不投鼠忌器 我要你帮我与裴玉合理 我凑近他 我知道 你肚子的孩子根本不是裴玉的 我拉着他的手写了一个字 然后望着他 如何 帮不帮 为何 你现在是裴家二少夫人 又有了孩子 地位稳固 为何想合理 他不解地问 大概是我搓搓下巴 得到了就不香了吧 你看 你以前觉得宁愿跟玛夫 也不要陪二夫人的空名 可不出半年 你不就后悔了 你又是为什么 我反问他 当初 他如愿让我替嫁后 嫁给了玛夫 可却在刚查出有孕后 自己落掉孩子 与玛夫合理 然后 他就回家寻死密活 想让嫡母帮他重新嫁进裴家 那时候 裴玉还未好起来 我压根顾不上娘家的事 每日一不解代地看护她 后来 嫡母放出话来 说是我为了嫁进裴家 故意设计暗害嫡姐 让她委身了玛夫 外面的人还真信了 毕竟玛夫的身份太低了 只要不是脑子有问题的贵女 都不可能喜欢 甚至还嫁给她 而我也一瞬间 从人人怜悯的对象 变成了众矢之地 哪怕是裴家的下人 都开始给我上眼药 婆母李氏 虽然感激我对她儿子不离不弃 可还是把我找过去 好生敲打了一番 此事对我造成的影响不大 本来我也不想反击 毕竟我与嫡姐都是官家人 此举 他们做得实在不聪明 伤敌一千 自损一千二 吃亏的其实是嫡姐 她本来可以找个 清白的人家再嫁 可因此 没人敢娶了 而我只不过名声受损 裴家人还指望 我与当时还下不来床的裴玉 好好过日子 哪怕有些看不上我 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可嫡母以身体不是为由 要我回去是急 对我百般刁难就算了 还用我弟弟 逼我带嫡姐进裴家 她竟然想让我自贬为妾 让嫡姐重新嫁给裴玉 这种异想天开的法子 他们竟然能说出口 没办法 我只好把当初的事 拉出来威胁他们 还逼父亲把弟弟送去外祖家 那日之后 我再也没回过娘家 而裴玉在我的精心照料下 竟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并且她说 昏迷后的事 她都知道 以后定会百倍千倍地补偿我 我问她 你喜不喜欢我嫡姐 其实她现在还是对你有益 她却坚定地摇头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现在我的妻是你 虽然她没有说喜欢我 但是天下人皆知 裴家二爷众诺守信 能得到她的承认与保证 我觉得已经足矣 我从来没觉得 夫妻之间非得有爱 但是至少互相尊重 彼此信任 能相互扶持走完一生 比什么都强 可朱砂至白月光 总是叫人难以忘怀的 理解关书和 与裴玉是自小的情谊 裴玉大概是心疼怜惜她习惯了 关书和不过是与她制造了一点偶遇 诉说了自己惨痛的遭遇 又说了说她的悔不当初 眼泪大把大把地洒在裴玉的衣襟上 裴玉就开始心疼怜惜她了 居然忘记了 她曾经的背弃 当然 她到底还是顾忌 我的感受的 并没有打算把她那进门 只是对她特别关照一些罢了 这些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觉得只要裴玉知道分寸 懂廉耻就不会与她发生什么 因此 关书和在我面前蹦跋的欢 我都没有理会 而裴玉每次也是站在我这边的 只是我忘记了 关书和有个癖好 就是喜欢与下人不清不楚 这不 她勾搭裴玉不成 就勾搭上了锦安 让锦安死心塌地为她办事 而这几日的事情 全都是她联手锦安搞出来的 裴玉因着自小的情分 对锦安一直是深信不疑 裴府有这样的奴仆 我真是日日如坐针毡啊 笛姐 见我提起过往 心虚地说 那是因为那马夫他不爱我 只是爱我的身份 见我没带他过上好日子 就对我非打极骂 我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说着 她激动地捉住我 妹妹 你就接受我吧 我只要陪嫁一个小院 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日后绝不与你抢培育 我抽回手 转身冷冷道 随便你 但是我想合理 理由与你一样 我眼角泛着泪花 我也受不了一个 整日想害死我孩子的夫君 一个被吓人蒙蔽的 眼瞎的夫君 这话我没有说出口 但是我知道 关书和懂我的意思 关书和停止了 惺惺作态 你真的决定了 嗯 好 我会帮你 你别后悔便是 绝不后悔 他离去后 冷嬷嬷焦急地劝我 夫人 您切莫想不开啊 何离的妇人 哪还能有什么好笨头 况且您还有孩子啊 嬷嬷 莫劝了 此事我心意已决 您放心 您以前是外祖徐家的人 到时候 您就拿着生气 自行回徐家吧 或者除了奴级 买个宅子养老 也是使得的 冷嬷嬷抹着泪道 夫人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老奴自然是离不得夫人的 翠云也马上表态 奴婢也要跟着夫人 还有阿琪 她也一定愿意跟着夫人的 哎呦 不得了了 你能做阿琪的主了 我扶他们起来 调侃翠云 翠云羞红了脸 夫人 行 若是事情顺利 等和离后 我们安顿下来 就给你们把事办了 奴婢不跟您说话了 翠云红着脸跑出去 我笑着摇摇头 都长大了 嬷嬷 这几日帮我把嫁妆 都清点好吧 嗯 既然夫人决定好了 老奴自然尽心竭力 一日 翠云端来一碗药 我当着一院子人面喝了 随后 冷嬷嬷去找大夫进府 云竹院传出我流产的消息 大夫还说 医我的身体 恐怕日后再难有孕了 婆母来的时候 我正靠在嬷嬷怀里 哭得撕心裂肺 她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知道的 培育不能没有嫡子 梨儿 你莫难过 等书和产子就抱到你膝下养着 不行 官书和此时扶着肚子闯进来 立马反对 老夫人 我绝不允许有人抢夺我的孩子 李氏脸色难看到 我这是为你好 让他一个数子做嫡子不好吗 你只是个姨娘 哪里能由着你说不行 你若不愿意 就让我儿多那几个妾 想为我儿生孩子的人多的是 是吗 那您尽管去找 看看您儿子还能不能生 你什么意思 婆母脑袋一黑 你这毒妇竟敢害育儿 可不是我害的 本来你儿重伤之后 就子嗣艰难 能让我有幸怀上 都是不幸中的万幸 否则 你以为你儿为何怀疑我妹妹肚子里的孩子呢 呵呵 其实吧 她只是子嗣艰难 运气好 还是能让女人怀上的 而我妹妹这胎本就是她的 只是她疑心生暗鬼 现在嘛 连为二的孩子都没了 我肚子里这个 也许就是她这辈子唯一的一个孩子 我告诉你 我现在要做正妻 否则我就把这个孩子打掉 我脸色一变 原来培育落下了这样的病根 怪不得 她那晚虽然因着重要 神志不太清 但明明认出了我 却还是信了锦安 她认为 那晚的人不是我 因为她不可能让我怀孕的 不过 她不该用那么恶毒的药害我 也不该宁愿信锦安 也不信我 夫妻之间没了信任 就没有继续过下去的意义了 李氏为难地看着我 我故作伤心地垂眸 母亲莫为难 既然如此 我愿自请下堂 只是希望母亲怜悯 能劝夫君给我和黎叔 叫我也能苟活于世 李氏哭着拍拍我的手 此事还是待我查清楚 你莫及 她立即派人去找裴玉和大夫 裴玉从衙门急匆匆赶回来 母亲何事 如此紧急 让大夫给你看看 裴玉目光闪了闪响拒绝 可还是在婆母的眼泪中 败下了阵 大夫看过之后 果然得出子嗣艰难的结论 不过也说只是几率低 不是不可能 现在老夫人信了吗 官书和得意道 说起来 要不是我用了官家的密钥 怎么可能怀上 我妹妹也是跟着我后面捡漏 官家三代都是太医 祖父更是怨判 婆母又燃起了希望 是不是我儿服用密钥 就可以让女子怀孕 不错 按妻服用 会有一定的效果 当然 不让我做正妻 你们休想拿到 官书和威胁道 裴玉眯起眼睛道 书和 若是我让陛下逼着官家交出来 也不是不行吧 那你就试试 那要只有我有 要是逼死我和肚子里的孩子 你们什么也别想得到 这要我爹他们可不知道 是我无意中发现的传家药方 现在只在我脑子里了 你要是说出去 陛下对我言行拷打 这个孩子肯定是不成了 到时候问不出来药方 你们就等着鸡飞蛋打吧 我抽抽嘴角 心里嘀咕 没想到 这个嫡姐还挺能胡周的 裴玉 我们合理吧 你不想要的孩子也留掉的 只是我有一个疑问 你想弄掉我的孩子 我能理解 可为何还要 害我再也无法生育 我 裴玉欲言又止 倒是嫡姐帮她说了 还能为何 她怕你知道她 再也不能生 到时候会背叛她 或者离开她 就只能陷害你自己 也不能生 不仅如此 这样还能遮掩她自己 无能的事实呗 我听到 迪姐的话 挑眉问 是这样吗 裴玉撇开脸 不敢看我 我笑了 还有什么不明白 这就是原因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怀疑 迪姐的孩子呢 迪姐神色一紧 随即开口 你以为她不怀疑吗 只是她确实 与我睡了 无从抵赖 又不想曝光 自己不能生的事 只好认了 关键是 我和孩子 又能做她 不能生的挡箭牌呗 你闭嘴 裴玉冷赤道 既然你如此 看不上我 为何还非要嫁我 我虚荣你虚伪 我们天生一对 可不能祸害 我至真至纯的妹妹 迪姐理直气壮地说 我这一刻 突然觉得 迪姐还挺幽默 服了服额 合理吧 我也觉得 你们天生一对 该永远所死 李儿 你就对我 没有一丝留恋吗 从我喝下落胎药的那一刻 我对你已经毫无留恋了 裴玉 看在我尽心尽力 照顾过你的份上 放过我吧 我目光平静地看着她说 婆母也祈求地看着她 她突然身子一软 怎么就到了这个地步 婆母劝她 玉儿 子嗣重要 子嗣 子嗣 就是自私的意思 裴玉突然朝婆母吼道 娘 如果可以 我宁愿不要孩子 只跟李儿好好过完余生 可是你一直逼我 催我 好像我除了生孩子 再也没有其他价值 婆母气得差点晕倒 你竟如此想娘 我看不下去了 行了 你何尝不是跟你娘一样 你想跟我就这么过下去 问过我愿不愿意了吗 擅自剥夺我做母亲的权利 你何尝不是自私又狠毒 你知道一个女人 她可以不生孩子 可绝不能是生不了孩子 快点吧 你太可怕了 我不想再跟你过了 我怕哪天你要死了 就立马剥夺我生存的权利 我还没活够了 我用言语狠狠地伤害她 心里觉得爽极了 总比她害我好吧 我对她够好的了 事后 裴玉还是给了和黎叔 我带着丫鬟婆子 回外祖家接走了弟弟 以后 我 弟弟 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一家三口 相亲相爱地活下去 嫡姐如愿做了裴玉的正妻 不过生了一个女儿 因为这可能是裴玉唯一的子嗣 李氏倒是对她很是疼爱 可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 嫡姐内心不安 她经常往我这边跑 怎么办 孩子越来越像锦安了 我给儿子关系擦着嘴 悠悠道 你也合理吧 及早抽身 那不行 裴家的一切 岂不是便宜了别人 那是人家裴家的东西 你带着女儿 还有嫁妆 不是挺好的 看我多潇洒 我说道 她看着我儿子 哎 要是那会儿跟你换就好了 看着孩子多向培育 你这也瞒不了多久吧 我就没打算瞒一辈子 孩子大了 总要知道她的来处 嫡姐愁眉苦脸道 要不 我把她带回去 就说当初锦安恶毒 拿她跟拼头生的孩子 换了我的孩子 如何 我赶紧搂住关系 做梦呢 这是我的娃 想抢 没门 关系吃好饭 小大人的说 大姨 只包不住火 不要一错再错 说完 她抱着碗筷去了厨房 你儿子啥意思 我觉得我儿子说得对 你快滚吧 最近别来 我看你那心眼又要不好了 七 谁想来呀 她不屑道 甩着帕子走了 我摇摇头 也发愁 孩子总要走出去的 算了 不想了 传道桥头自然直吧 嫡姐还真这么做了 不过她找的庞芝的孩子 锦安为了女儿认了自己 换孩子之事 嫡姐抱养了庞芝的儿子 养着 养女自然也养在身边 而培育被气得心力交瘁 看见我和儿子后 更是吐了一大口血 回去后就不行了 嫡姐说她临终前 什么都知道了 就是被嫡姐给气死的 而嫡姐精气神也不太好了 听说她女儿心里不平衡 整日气她 最后竟然学她跟下人跑了 她迷流之际叫我回去 当初我该听你的 何礼 早早出了陪家 兴许她就不会 哎 妹妹 你带着孩子回来吧 这偌大的陪府 还得席儿来支撑 我拒绝了 我儿如今不受家族束缚 也不用挑什么重担 自由自在的不好吗 我干嘛给她找事 况且我问过她 她是不愿意回来的 她说她喜欢杏官 请不吝点赞订阅